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事吧 没事没事 刘春龙因为腿部残疾 被家人认为只有读书才能养活自己 弟弟出来打工支持他上学 可他却放弃本科学业 靠着大棚里这种危险的东西 三年后年销售额超过一千万元 给弟弟买车买房 大家好 欢迎收看制服经 山东省于台县的刘春龙因为腿部残疾 从小就被家人认定 只有努力读书 以后找个做办公室的工作才能够养活自己 为此一家人拼了命供他上学 弟弟妹妹出来打工 一个月挣一千多元也会把大部分钱给他 没想到刘春龙考上本科后 在去了一次同学家之后 就瞒着家人放弃了学业 三年后还给弟弟买车买房 有人说他干的事情很危险 因为进入他的大棚 需要戴着防毒面具 在山东省济宁市于台县 这些大棚看上去似乎没有什么特别 但是要进入这些大棚 在场的每一个人都如临大敌 刘春龙正给准备进入大棚的人发防毒面具 进棚子也别当这个东西 要不然太危险了 来来来 我还不给你了 这是哪里的 你不要问哪 不要问 来来 我会换了 这些看似普普通通的大棚 到底有什么可怕的地方呢 恐怕只有吃过这方面亏的人 才最清楚他的可怕之处 进入这些大棚干活 如果不戴防毒面具 严重的话就会发烧 整夜整夜咳嗽 为了吸引工人进去干活 刘春龙把工钱从一天50元加到80元 但是即便如此 还是有人被大棚里的东西吓住了 那有肚有害呢 那干了这么天还不干什么的 然后不去了 等你甲签了 你平常猜就五十块钱 加三十块钱 就讲了这个东西 没事 不去了 现在也没事 不想去 好不容易招来的十几个工人 才到大棚门口 就有三个人打退堂鼓了 把大棚窗口撩起来以后 飘出了一种烟雾状的东西 大棚里面到底是什么东西呢 工人们戴着防毒面具进入大棚后 看到的其实就是一种蘑菇 从外表上看 这种蘑菇和普通蘑菇没多大区别 但是整个大棚里烟尘弥漫 工人们开始干活采蘑菇 突然有一个工人觉得憋得慌 想摘防毒面具 刘春龙的心一下子提了起来 他刚才想干嘛 他刚才想戴口罩 我看他可能憋得慌 我说你赶紧去外面摘 包在里面摘 在里面摘太危险 对对对 你先憋得慌 你先出去一下吧 出去一下透透气 透几分钟气再进来 出去再把这个面具摘下来 出去再摘 我之前也经过这种症状 就抱着腿半蹲着 蹲在那里 咳着震着内脏的腿 就是捂着内脏 不就得这样 不难受 然而 刘春龙怎么也没想到 就是因为 他刚才在大棚内 接受采访时 只是把防毒面具 松开了几分钟 晚上回去以后 刘春龙就出现了一些症状 听到这个消息 我们的记者赶快过去 看了看他 头疼得特别厉害 然后那个咳嗽 这个我在办公室 那个他们走了之后 我就歇一会儿 然后一会儿越来越冷 越来越冷 可能说话的时候 我就稍微掀了一下 那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天旋地着 现在还晕着 对天旋地着 那你吃药了吗 我看你能不能吃药 跟你讲说吃过药来了 发烧防毒面具 刘春龙的大棚里 装的是什么呢 从小因为腿部残疾 刘春龙曾被大家认为 只有靠读书 才能养活自己 没想到 他却瞒着家人 放弃本科学业 靠着大棚里的 这种危险的东西 用借来的一万元起步 三年后 销售额超过一千万元 刘春龙今年27岁 因为三岁的时候 得了小儿麻痹症 走起路来不大方便 上小学的时候 别的同学 可以参加各种体育项目 而刘春龙 只能远远看着 刘春龙很不服气 他发誓 一定要改变自己 成为强者 真正的强者是 当他认识到 他能通过他自己的努力 能改变 你比如说 我的腿不好 但是我的上肢是健康的 所以说我就想能锻炼 所以那个时候 基本上每天都锻炼 就练上肢 练这些肌肉 从那个身体上 给自己找到自信 从初中开始 刘春龙就迷上了 单杠和双杠 一定要让自己的上半身 比别人优秀 终于练出了一身 让别人羡慕的肌肉 但是 无论刘春龙的上半身练的 再强再壮 他的腿部 还是无法承受太大的力量 像这种摔跤 成了刘春龙的家常便饭 因为腿走路不方便 刘春龙感到很自卑 很长一段时间 他最喜欢的事情 就是宅在家里 刘春龙的父母 开始为儿子发愁 觉得以后 刘春龙可能连媳妇都娶不上 甚至也无法养活自己 最后 他们终于想出了对策 认为刘春龙只有读书 才有出路 2009年 刘春龙考上了山东经贸 职业技术学院 刘春龙的父母都是农民 经济收入有限 一家人为了供刘春龙上大学 倾其所有 甚至弟弟妹妹 读完初中 也出去打工挣钱了 他命连他弟弟在外边打工 挣了钱都给他 都指使他上转 上转不叫他 就是不能缺他的钱 在外边 如果挣到1800那时候 可能会给他打1000 或者1200 因为我自己没有发销 也平时发销 因为厂子里面也管吃管住的 2012年6月 刘春龙从专科考上了本科 一家人高兴的奔走相告 没想到几天以后 刘春龙去同学家里玩 回来后 刘春龙竟然决定放弃 读本科的机会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在山东省于台县 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到这种东西 这种东西将毛木耳 和一般的黑木耳相比 毛木耳有自己的特点 这是我们鱼台县的毛木耳 特别大 看一下 这么大 对对对 我看他这个比你的脸还大 对对对 可以上面膜一样 它是背部有绒毛的 所以叫毛木耳 然后东北的那种是黑木耳 黑木耳它是 它是那个比这个要小很多 价格也不一样 东北的黑木耳比较高一些 是能卖到30多 我们这个也卖到10块左右 他一般是干嘛用 他一般都是做包子线什么的 大包子 还是做一些加工的 2012年6月 刘春龙在同学家看到这种毛木耳以后 他了解到 鱼台县种植的毛木耳产量超过1亿斤 但是由于种植户缺乏对市场信息的了解 价格一直受制于外地的收购商 想到自己是年轻人 懂电脑 自己可以收种植户的毛木耳 迈到外地去 刘春龙感觉到 千载难逢的机会来了 因为我一直想的话 在大学的时候 也是想着考上班 考研生这样走 但是到最后还是会创业 突然有一天 正好在考上之后 然后发现了一个商机 所以说两者权衡之后 因为我最终还是要创业 我想还不如现在赶紧干 刘春龙怕家人一时接受不了 没敢告诉家人 假装还在外面上学 他借了1万块钱 拿出7000元到北京 广州济南等地方开发市场 带回来了500多张客户名片 然后挨个打电话推销 为了增加成功率 刘春龙在打电话的时候 很扭一套 我有时候我是拿着一个电脑 上面写着 怎么说怎么说怎么说 如果他问你的质量什么样呢 下面会出现一条都写得好好的 质量多少 等级多少 厚度多少 泡发率多高 写了很多 客户感觉我们很专业 在引起客户的兴趣以后 刘春龙又找到了 几名是一家有名的饭店 请他们开发了一些新菜式 然后向客户发图片 发菜谱推销产品 通过这种办法 刘春龙争取到了不少客户 可是刘春龙做了两个多月后 发现毛沫尔的利润不高 自己刚开始做 量又少 很难挣到钱 一次偶然的机会 一位叫朱德财的种植户 托刘春龙 卖九十多斤鱼饵干品 没想到这次经历 给刘春龙带来了重要转机 他本来就几十斤货 我们很快这个货就发完了 然后可怕紧接着还要货 卖到120 那个时候是120 那这个价格跟毛沫尔比的话 差多少 哇 差十倍啊 九十多斤干鱼饵 就能够卖到一万多元 利润比毛沫尔高多了 刘春龙一下子兴奋起来 2012年10月 他跟朱德财合作 在距离老家十几公里外的地方 种了500多平方米鱼饵 半年以后 第一茬鱼饵就长出来了 想到马上要挣钱了 刘春龙兴奋不已 刘春龙经常到鱼饵棚里 拍些照片 为宣传推广做准备 也就是那时候开始 刘春龙的身体出现了一些 前所未有的症状 咳嗽还有头经常蒙蒙的那种感觉 就是浑浑噩噩的 没有精神 当时刘春龙以为是自己休息不好 压力大的原因 没怎么当回事 转眼就到了采摘鱼饵的时候 刘春龙发现 大棚里的空气中 经常弥漫着一种 类似阴沉的东西 刘春龙没有在意 他找来了11个村民采鱼饵 当天晚上 一部分工人也出现了奇怪的症状 可能弹 然后就说这个红龙子一到这一块 都比较扰烈力 很难受 发烧了吗 发烧 干一天话没累 能会有天天干活 会得痛 腿也痛 会得腰 腰痛 吃不下咬 我感觉很冷 我后来觉得是发热 我踩热 我起码的不发热 我咋发热的 生了病的工人 想不明白到底怎么回事 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 他们都在大棚里干过活 第二天一大早 他们马上找上门去 当他听说工人的症状和自己之前出现的症状差不多时 刘春龙心里直打鼓 他怀疑是鱼饵的问题 可是别的地方也有种植鱼饵的 从没听说过鱼饵有毒 那么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 这样刘春龙哭笑不得的是 对这件事情的解读 村里出现了一个这样的版本 没有工人再敢进入他的大棚 如果不及时采收 鱼饵会变老 晒出的货不仅片薄 而且泡发时还会烂 这种鱼饵卖不上架 刘春龙陷入了困境 这个事情要是不弄个水落石出 鱼饵肯定种不下去了 刘春龙只好打电话问蘑菇专家 终于揭开了大家发烧咳嗽之谜 鲍子是蘑菇的一个粽子 最终给咱们抽烟 出的那个烟雾 那么细的一个状态出来 通过呼吸这个渠道进入人体的 它是要在30多度的测验下 人体的正好是 它要蒙发 蒙发产生了一个很微小的 很细很纤细的军丝 基本症状比较轻微的 就是有点咳嗽 稍微有点发烧 人有点懒散 由于鱼饵的包子比较多 如果人体肺部吸入一定浓度的包子 体质弱的人就会咳嗽发烧 知道了这个原理以后 刘春龙在采收鱼饵的时候 都会采用先通风排出包子 再带防毒面具的办法 这个办法逐渐被工人们接受 后来跟着刘春龙种植鱼饵的村民 也都带着防毒面具作业 2013年5月 刘春龙接到了第一个订单 有客户要了800块钱的鱼饵 刘春龙很高兴 坐着摩托车出去送货 没想到半道上出了车祸 造成刘春龙的手粉碎性骨折 医院通知家长签字做手术 直到此时已经一年没见到儿子的父母 才发现原来刘春龙并没有去上学 我很生气 我气了我都不想带他吃饿着他 你知道吗 带一样的 他搞个肺子 我都不伤心 不上学觉得有啥出乱 你看他弄成人就是这样 这话中来的 也觉得他这个腿 又没有跟男朋友没有体力 其实在我心里 我一定要打破他们那种固有的思维 就是我如果不上学的话 就会活不下去 就是我从一直我最讨厌的 就是别人这种对我的这种定位 或这种定性 没有什么事情是可以定性的 什么事情都可以改变 刘春龙跟父母摊牌了 他清楚自己想要什么 过去的二十三年 他走的都是别人给他选择好的路 上学然后找个工作 今后他要走自己的路 改变别人对他的偏见 母亲奈何不了刘春龙 只能含泪接受了事实 当时刘春龙的首要任务 就是把鱼耳卖出去 手术后没多久 刘春龙就一手打着石膏 一手打电话联系客户 最后那五百平方米的鱼耳 一共卖了二十多万元 2014年6月 有一个客户 给刘春龙发来了一张图片 没想到一年后 刘春龙因此发了 还给弟弟买车买房 客户之前给发了一张图片 问一问了一下 说你们这里有没有这个东西 然后我一看这个东西挺好的 所以说我就把那个图片 在朋友圈里面发了一下 问一下客户 客户反响都非常好 说你那里有黑机中 你那价格 什么价格 或什么样子 刘春龙意识到 这是一个好商机 他打听到云南有黑皮机中 价格很好 他马上引进了13亩黑皮机中 当时为了盖大棚 刘春龙吃住都在这辆面包车上 看到刘春龙太辛苦 父母跑到刘春龙的大棚里 帮他干活 弟弟妹妹也辞去工作 帮刘春龙种蘑菇 其他的卷包的话 都是那个在上面的地上面的 就是一根一朵一朵落起来 那种出来一包一包的 我们这个是把卷包放在土里面 这个蘑菇不是长在土里的 对不是土里的 它前面还有东西 对的有东西 图值一个保湿的作用 卷包 看一下 树的 树的往下埋了 就这么大 对就这么大 看一下 那你现在这一片地 能埋多少卷包 我们这个地方埋的是三万袋卷包 基本全部都是这么数 对的全部都是紧按着 紧按着吧 你看这地方 这些小蘑菇 全是什么的 看着白色的 密密麻麻的 密密麻麻全部都是 都埋的都是 对全部都是 这小牙头都是 看 黑皮鸡棕基本上全年都可以出孤 而且黑皮鸡棕的生长速度很快 尤其在高峰期 半天就能够采收一次 这是记者用两个小时拍摄到的画面 两个小时内 黑皮鸡棕明显长大了 黑皮鸡棕只能卖先品 削根以后必须在冷库冷却后再运输 刘春龙利用之前的客户资源 把黑皮鸡棕卖出去 平均一亩黑皮鸡棕能够卖40万元 到2015年年底 十三亩黑皮鸡棕 让他收入了500多万元 挣到钱以后 刘春龙给弟弟买车买房 他最大的心愿 就是让家里人过得更好 很多人都说 你弟有你这个歌真好 其实他们都不知道 我有这个弟才是更好的 因为是我 那个时候在没有能力的时候 经常都是他 一直那时候一个月 在挣几百块钱 或者是一千多块钱的时候 他把大部分的钱都会给我 我就感觉我作为哥哥 在我23岁之前的话 我没有尽到一个当哥的责任 然后那就让我现在有能力的时候 我就把这个责任去尽一下 为了家人 刘春龙拼命挣钱 2015年 凭着在外跑销售时的一个发现 他又有了一个新的财富计划 为了方便保存 鱼饵都得经过晾晒 制成干品后再出售 鱼饵在使用之前 需要泡发三四个小时 刘春龙偶然听到一些客户反应 很多酒店买了鱼饵回去以后 都觉得泡发鱼饵很麻烦 像他们后厨什么的都都比较忙 然后厨师的话 每天都在做菜做菜 如果专门派一个人 再去泡这些新品的话 对酒店来说 这又是一项开支 2015年年底 刘春龙跟福建加工竹笋的工厂合作 开发出一种泡发好的鱼饵 方便使用 到2016年5月 刘春龙把种植规模扩大到160亩 销售各种蘑菇产品超过了1000万元 想几千条路 清晨依旧卖豆腐 很多人都在晚上激情澎湃 我要明天我要去干什么干什么 我一定要干什么 我一定不要再做这种生活 我要去改变 但是到第二天的时候 一清早睁开眼 还是按部就班的 做着之前的这个工作 你认识一个目标 或者选择一个方向的时候 第一想到的不要去想 我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 第一步要去立马去做 你看到一个方向 走过直接走过去 而不是说你找各种掩体 看着动作非常的滑梢 但最后什么都得不到 也走不到 刘春龙23岁开始创业 四年来他遭遇过很多次的举步维艰 他总是这样来鼓励自己 谁也不能瞧不起奋斗中的年轻人 年轻人只要肯奋斗 一切皆有可能 好的朋友们想了解节目更多内容 请关注我们的官方网站 农事网 以及农事网官方微博微信 移动客户端 同时欢迎登陆央视网浏览查询 好广告之后 一起来看下期节目 为你安排了哪些精彩内容 他是企业股东 个人年销售业绩 三千多万元 他看中蚯蚓养殖 要实现自己的田园梦 然而小小的蚯蚓 却让他一再突破预设底线 这个像个无底洞一样 就让我越是有可能 越是要往前上 可能我这个洞就要通了 就差那么一点点 一个不经意的尝试 让蚯蚓粪都成为强手作 李春光在蚯蚓身上 到底发现了什么伤机